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来介绍洛神花 前一阵子有朋友送我一盆洛神花 那我把它种在赤蔚盆这边 也经过了几个礼拜 发现它已经开花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准备要开的 这上面也有很多准备要开花的 感觉洛神花的生长速度还真快 这么快就到了要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其实以前我有种过洛神花 那时候是种在南部 也种的还好 只是后来没时间照顾就不种了 这一次在台北种的情形感觉还不错 那我是用这种赤蔚盆种起来 觉得这种透水性很好 种出来的洛神花也是长了蛮多的花 可能这几天会陆续开花 那底下我也种了一些小白菜 也是长得还不错 甚至还有一棵 番茄苗建筑在这边 到时候有空的时候再来跟它移植 除了这个洛神花 我是用赤蔚盆种之外 其他的一些蔬菜 我也是利用这种盆子来种 这边各位可以看一下 感觉也种得还不错 然后各位可以看 这个是黑叶白菜 也长得很大颗 旁边这个是芹菜 也长得还好 旁边的是青江菜 也都有陆续在长 旁边我也挖了洞 然后种个几棵的青菜 感觉上还长得不错 我是觉得这种盆子透水性好 感觉种出来的菜也蛮顺利成长 尤其看了这个洛神花 居然长得这么好 应该过一阵子就有洛神花可以采收了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回再见 谢谢 拜拜